小姐 快快快 什么事这么着急 我一会儿还开会呢 就耽误你五分钟 到 先炖银耳 轻轻自补它 看来这事不小啊 小姐 你还记得 南丁哥送我那个航模 歼二零吗 记得啊 旧的无曲新的不来 我的歼二零 初见了 来来来 快跟我说说 是哪一挂的 小姐 你说 南丁哥 对李宇恒 有那个意思吗 你的歼二零 不会是李宇恒吧 我就说了 那么着急过去跟人合租 合租是个巧合 绝对是巧合 那你说 我有戏吗 有戏呀 飞行配空秤 狼才配女貌绝配 可是夏至说 李宇恒喜欢的人是难听的 这倒也不假 那我彻底没戏了 我跟南丁哥 差了数万八千里呢 不就五万四千公里吗 你努力多飞几趟 总有一天能赶上的 你这么想 李宇恒现在是单身 你跟任何人的机会 都是一样的 而且 顾南亭 并不喜欢李宇恒 真的 据我所知 顾南亭就把李宇恒 当成了一个 亲密竹马的妹妹 那谁会对自己妹妹下手呢 有道理 小姐 你 是不是按任南丁哥 当然不是 哦 名人不做暗示 我是光明正大的喜欢她 真的啊 我告诉你 公司人多嘴杂 我不想给顾南亭惹麻烦 小姐 你是认真的吗 很认真的在喜欢 你就放心大胆地 去追你的宇恒吧 加油 糟了